第三是如何培训圣贤教育人才 及提升现有圣贤教育私资 这基本的条件是发现 真正具备 那我们现在建立这个中心 就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好的增上元 中心是培训圣贤教育人才 那么进中心 中心是个常年修学的场所 那你要想得 你在这个地方学十年 我们中心是教育机构 政府承认的 但是不是正规学校 你在这里念十年 没有毕业证书 如果你需要毕业证书 那你就不能到此地来学了 这个地方没有 这个地方真正教你 做圣人 做贤人 希望你做这个时代的孔子 做这个时代的孟子 孔子孟子都没有波斯头衔 都没有修为 你要有真正的东西拉出来 所以这个中心可以帮助你 那么我对于中心的要求 真正要集成圣贤传统 你进入中心至少十年不出门 就好好在这个地方念十年书 讲十年学 一面是教学 一面自己读书 你才会有成就 你要没有这种决心 你不能把万元放下 这不能成就的 要真正放得下 真正到那个苦读 古人讲啊 圣灵寒窗啊 要做这种功夫 一切统统放下 不要再过问这个事件事件 这个就是给人做出最好的榜样 再给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